生命的重建路易斯海第六章 停滞不改变 生命韵律在流动 在改变 我们常常有很深的旧思想 旧信念 隐藏在我们的内心里 我们一定要留心它 注意它 只有留心和注意 才可以改变它 留心你有所悲怨的时候 注意你情况不妙的时候 那便是十分重要的关头 因为这表示旧的思想信念 已经不再潜伏在内心深处 这时已经浮现到表面上来了 我们在这个重要关头留心注意 我们便会走进一个良师 一个义友 或寻找一些书本 得到一些知识 那会令我们看到新的方法 新的道路 能够应付和消除自己一向的坏思想 坏信念 我自己的醒悟 来自我的一个朋友 他告诉我有一个聚会 可以参加 我听到以后 内心感到有所感应 于是我一个人前往 这虽然是一个小小的聚会 却竟然成为我迈向健全道路的第一步 现在想起来 这个聚会对于我的影响真大 人们常常在开始他们第一步的时候 会觉得那一步开始得有些傻 不合道理 又或者会觉得它太容易 他们的思想 不肯轻易地接受它 以致不想跟随它 他们的抗拒力会很大 甚至在想到它的时候 都会发生反感 这种反应其实都很正常 但是我们一定要明白 我们既然有了想要改变的意图 这第一步就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步 是我们所应该走的第一步 它能改变我们 帮助我们 带我们实现我们所期望的一切 没有耐性 是一种抗拒 我们抗拒的是学习和改变 我们会希望一步登天 一下就把事情做好 完成 如果这样 就表示我们并没有花出适当的时间 去学习怎样化解问题 如果你想从这一间房间 去到另一间房间 那你一定要先从椅子上站起来 再一步一步的 向着另一间房间的方向走 才能到达那里 只坐在椅子上 口里说要到另一间房间去 而自己却不行动 这是没有用处的 我们生命上有了难题也一样 如果我们希望解决它 而又并不开始去处理它 难题自然不能解决 人一定要一步一步走 不可以没有耐性 没有耐性永远不能成事 我们所出的问题 都应该由自己负责 这点认识也很重要 我不是说你应该产生内疚心 或应该认为自己是个坏蛋 我是要你认识自己内在的力量 可以左右一切 它可以转化你的思想 也可以转化你的人生经历 避苦趋吉 这是佛陀所郑重教导我们的 在过去 我们曾不自觉地用自己的力量 去制造出令我们痛苦的经历 我们甚至不知道 自己究竟是在做什么 现在 我们要认识我们的责任 开始注意和学习 怎样运用自己的力量 去制造 迎接积极的 充满善行善果的将来 很多病人来向我要求 帮助解决他们的问题 我指示他们 要怎样从新的角度 去做一件事情 怎样去原谅一个人 不计仇恨 我发觉 当我这样讲时 他们的嘴唇常常都紧闭着 双臂放在腰腹之间 甚至紧握着双拳 从他们的这些姿势上 我可以看出他们的抗拒力 非常之强 但我知道 我的那些话 正是他们极需要听从的 我们所有的人 都有课程要学习 那些最困难的课程 一定是我们最该选择的课程 如果十分容易 那就根本不必学习 自己都会明白 注意该学的课程 如果你明白 最令你抗拒的一切 正是你最需要接受的一切 那你就能面对你目前最大的问题 加以改变了 你应该抛开执着 放弃抗拒 让你自己学习 你需要学习的课程 一旦你这样做到了 那会令你所走的道路 以后更容易走 千万不要让你的抗拒力 阻碍了你的进展 终止了你的改变 我们可以从两个层次开始进行改变 一 看清楚自己的抗拒力 二 继续改变你的思想 下面的这些行为 是在表示抗拒 当我们在谈话中 接触到一个严重的问题时 我们会忽然改换话题 或者离开那个地方 不再与人在一起 又或者故意逼到洗手间里去 在与人约会时 常常有一迟到 以生病为理由 避免见人 故意忙碌的工作 不理会人 浪费时间 不去接触应该面对的事 双眼不忘在应该忘的地方 而忘去别处 避免思考 乱翻杂志 做什么事都拒绝用心 花很多时间吃东西 抽烟 编造理由 停止与人交往 有意无意地弄坏家中的东西 除了以上这些情形外 我们有时也用言语来抗拒 常常这样说 这是没有用处的 我的家人不会明白 要改 我就把整个人都改过 最好把我的姓名也改了 没有疯狂的人 不需要心理治疗 心理治疗是电影明星所玩的玩意 没人对我的问题会有帮助 人们不了解我为什么常常要发愁或发怒 我的情形与别人的情形不同 我不想去麻烦别人 事情自己会解决的 我之所以不做 是因为没有其他人这样做 人的抗拒力 除了常常用以上这些行为和言语表现出来以外 还会用一种坚决的意见来表现 那些意见 一般来说 都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 却胡乱给自己用上了 他们是 那些不对的事 完全与我无关 对我来说 这很不合适 那样做不够伟大 精神修养高的人 也会发怒 人人都不会这样做 我不需要爱情 那太傻了 那地方太远了 有太多工作要做 这是没法做 要花那么多钱 太昂贵 花的时间太长久 不好 我不信任他 我不是那种人 另外 我们也时常在别人身上找理由 很有借口的来抗拒一切 我们会说 上天都不会赞成 这要等到上天批准才可以 那是环境不对 他们不让我改变 我没有适当的老师和书本 我的医生不赞成 我做工作太忙 抽不出时间 我不想被他人操纵 这完全是他们的错 要他们先改变了 我才改变 你们不明白我 我并不真想伤害他们 他和我的信仰相抵触 还有另外一些借口 我太老了 改不了了 我还年轻 要改也不急 我太肥 没法改变 我太瘦 只想能够肥一点 别的暂时都不想 像我这样长得太高的人 怎样改变也不会变矮一些 改来做什么 我的性格 像我的身体一样 太矮 遍布了 我太懒 不想改变 我够强 不必改变 我太弱了 没有能力改变 我很蠢 叫我怎么去改变 我相信我很精明 没有什么需要改变的地方 我太贫穷 生活都照顾不过来 还说什么改变不改变 我太没有价值 改变了大概也差不多 我太不重要了 改不改变都没有关系 还是就这样算了 我对我自己很认真 我不会轻易就改变的 拖延 推诿 也是抗拒的一种表现 我持些时候会做 现在不急 我现在的精神不够 我现在没有时间 抽出太多时间 那会妨碍工作 这是个好意见 让我慢慢考虑 我有太多其他的事情要做 我明天再想一想 等我做完了要做的事 再说 现在不是时候 已经太迟了 不承认自己需要改变 也是一种抗拒 我没有什么不对 做什么都解决不了问题 我一向这样 没什么大不了 改变又有什么用处 只要我不理会那问题 那问题便自然会消失 抗拒力中最大的一种 是恐惧恐惧自己不熟实的一切 恐惧这样 恐惧那样 我还没有准备好要改变 我可能会失败 他们可能会拒绝我的要求 不知道我的邻居会怎样想 我不喜欢把自己的心事 讲给别人听 我不敢对我的家人说 我的知识不足够 我可能会受到伤害 我不想改变 我不该花钱看医生 要我看心理医生 我宁愿去死 我不想任何人知道我有问题 我不敢表达我的感受 我不想谈论我的问题 我没有精力去做 如果我做了 后果不知会怎样 我怕这样会失去我的自尊 这是很困难的 这可能会使我失去朋友 我不信任任何人 我的职业 使我接触到很多有问题的人 也听惯他们常用以上的话 表示出他们的不愿意改变 有一位女士到我的诊所时 大大持过她所约定的时间 她诉说她的身体各处疼痛 因为意外 她弄伤了她的背 颈和膝 在她诉说的时候 她完全没有困难 但当我对她说 让我来和她说几句话时 她便立刻坐立不安 从一张椅子上 转到另一张椅子上 跟住要去洗手间 又想要打电话 令我总不能在她的问题上 做出讨论 最后她说她的子子和母亲 也都曾经因为意外 伤过两次被 他们都没有和人讨论过问题 所以她也不想讨论 其实她不只是身体疼痛 抗拒力也很强 另外一个来向我求助的病人 对我说她自己很精明 懂得怎么投机 能得到很多钱 但是她也非常闹穷 时常交不出房租 甚至没有钱装电话 我要她改掉坏习惯 停止投机 她坚持说 除非在生命中出现好事情 那她才可以改 否则 她不能 一个人既有投机的坏习惯 又不会善用金钱 她的生命 又怎能出现好事情 用那样的借口来抗拒改变 无非是自欺欺人而已 有些人自己不改变自己 只一味地要他们的朋友做改变 这分明也是一种抗拒的表现 譬如 有一个人来到我的地方 和我谈过话后 才知道我是一个不用药物治疗的精神治疗医生 非常吃惊 因为她的朋友叫她来看我 这次的医药费也由朋友赠送 而她却认为自己完全没有心理方面的问题 又有过一个人来请我去她的朋友处 治疗她的朋友 我去了 却发觉她的朋友 完全不知道这回事 她完全没有这种需要 当我们看到一本好书 一出好戏 发现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 或吃到什么美味的东西时 我们常常会想和我们的朋友一起分享 但是 我们自己需要改变 却不可以勉强别人改变 要自己改变 已经是很困难的事 又怎能强求他人去改变呢 尤其是当他人完全无意改变时 那就更不可能 如果一定要这样做 只有突然伤害了彼此的友情 我也只帮助来向我求助的人 我自己的朋友不会需要他们改变 我们常常做同一件事 形成习惯 变成需要 这种需要来自我们的信念 需要可以分成两种 一种属于积极 一种属于消极 我们因为信佛而念佛 因为念佛而得到定力 得到智慧 因此我们念佛的习惯是好习惯 需要念佛 属于积极 我们每天早起 做早操 呼吸新鲜空气 形成一种需要 一种习惯 这种习惯和需要 带给我们朝气 健康 它也是积极的 相反的 有些人 每天的需要和习惯 是属于消极的 例如 每天都吃肥肉 每天都抽烟 每天都会获金钱 每天都饮酒 甚至会需要不正常的异性关系 需要骂人 需要和不良的友人交往 更有甚者 就会连犯罪都有需要 习惯于 时时都做危险和不道德的事 他们也许已经 自己向自己说过很多遍 我再不这样做了 可是 话刚说完 又去吸烟 又去饮酒 又去做对不起自己 对不起别人的事 尽管他们也曾一再责怪自己 一点意志力都没有 一点改进心都没有 实在太不像样 那又有什么用 突然只会加重 已经背住的内疚包袱 仍然是老样子 不论他们的生命 发生了那些问题 需要解决 那些问题 都只是一个表面的病争 一个结果的外露 要想消除这个病争 却不在这个病争的发源处下手 找寻问题的根底 那是没有用的 一般人都认为 只要发生问题的人 好好地运用他们的意志力 来应付他们自己的问题 为时不可以成功 这样想 未免太天真了 如果他们在某一个时间 放松了他们的意志力 那他们的问题 不是要再度出现吗 没有根的意志力 不会屹立不倒 肯放弃 我对我的病人说 你一定有一种不良的习惯和需要 才会令你遭遇现在这样的情境 如果你没有 便不会如此 让我们来合作 想出办法对付 第一步 你要肯放弃不良的习惯与需要 当你确定你没有做那些事的必要的时候 你就自然不会再想吸烟 再想去吃太多的油荤 再想去结交坏朋友等等那些伤害你自己的事了 对人有益的真言是 我愿意放弃 放弃不良需要 这句真言 每一个有难题的人都可以用 既然肯放弃便要跟住想下去 你肯放弃的是什么 一个人有坏习惯 自己很清楚 既然原则上你肯放弃 就不能再继续犯那种错误 但假如你对上面这句真言都有抗拒力 那你的确很难改良 这句真言无论如何 你都应该听从 我要再一次提醒大家 想转弱为强 转败为圣 最大的秘诀只有一个 就是愿意放弃以往的坏习惯 一定要先告诉自己 我愿意放弃 这在佛家来说 就是破直 执着是不好的 所有不好的执着 都必须破 人常常在自己四周 布满诸网 这些诸网阻碍人的进步 所以第一件事 就是要消灭诸网 你有无曾经用手去解一团乱线的经验 如果有 你一定知道 如果你胡乱地拉扯线的话 就一定会使得这个线球 越加难解 你必须很仔细 很有耐性地去解纳线球 不然你便越弄越糟 这和你解心上的结一样 如果你想解开你心上的结 一定要很有耐性地去解 最好是多请一个专家帮忙 而最要紧的 是你得在整个解结的过程中 都保持愉快 充满信心 只要我们对自己有信心 就会开创出我们理想的将来 只看表面的真相 而不理会内心的信念 并不能对症下药 只有发掘出生病的原因 才不会突然浪费精力 毫无用途 我们的每一种病 不论它是心理病 或是生理病 都有一个来源 这才是我们要密切注意的 有些病人认为 自己活着没有什么价值 连生了病都不肯及时去见医生 要拖延时日 耽搁再三 在它的下意识里 有一种对死亡的向往 这就是它生病的根了 这个根源不除去 即使没病 也会弄到自己有病 小病 也会拖延到变成大病 为它自己种下祸根 如果医生只为它头痛一头 脚痛一脚 那对它绝对不是办法 好比一棵植物 它的根发生了问题 你想救它 却只在它的枝叶上做功夫 那又有什么用处 其实人人都可以成功 我有一个学生 做人很失败 但他却很喜欢 人们都注意它 所以他每次上课 都要迟到 他以迟到 来使大家把注意力 集中到他身上 原来他在家里排行最小 什么事都由哥哥子子领先 他从小就眼望着哥哥子子们 优先取得需要的东西 最末一个取到东西的 总是他 他在一旁等待 向往 成了习惯 直到现在 他也从来没想过 会比别人先占优势 所以索性退缩 不进取 而每当他人得到成功的时候 他也不和人家一起庆祝 从不与人同乐 他会自怨自艾 为什么他们能得到 我却从来都得不到 他不去发展自己的才能 只羡慕他人的成功 做了广告明星 他告诉我 他也希望能在电视上出现 能做广告明星 像他的那些学生一样 但是因为年龄关系 他不敢想 也不敢试 身怕自己只会失败 不会成功 我非常高兴 他有这个志向 告诉他说 如果你想做 为什么不试试进行 我想你觉得做电视广告有趣味 外面有很多商人 正在寻找像你这样的人 来替他们做广告 你可以挺身而出 探探他们的意思 很可能你也能在电视上 做成广告明星啊 他听了我的话 有了勇气 他打出了多个电话 和有关方面接洽 他在电话中向对方说 我是一个很年老的妇人 我希望能做一些电视广告 不久之后 他果然有了这样的机会 他的广告片 上了电视 而且从这一次的露面 他一炮而红 以后一直都没有停止过这工作 他真的做成了电视广告明星 很多时候 我都在电视上见到他 有很多杂志 也登着他的照片 不论你年纪多老 照样可以成就新的事业 对做事越有趣味 成功的机会便越大 反之 若是人永远退缩 缺少信心 那他即使年少 也不会成功 自我批评不可过分 自我批评 并不会改变我们的拖延和懒惰 我们不该把我们的力量 用作批评我们自己 而不去把它用作解放旧的思想习惯 培养新的思想习惯 我们应该有这种信念 我愿意放弃 认为自己没有价值的旧思想 我在这个世界上 只要行善 便自然会得到所有美好的东西 我喜爱自己 珍惜自己 接受改变 因缘会帮助我成就所向往的一切 请告诉自己 我要花多少天的时间 来实现这些信念 不停地想佛菩萨的慈悲 那么我的拖延和其他坏习惯 一定会一天比一天减少 从我的内心里 发掘出我的佛性 不再自私伪顿 整理我的思想系统 把旧的 坏的除去 把自己的长处 发扬出来 如果你果真实实反复 以上的信念 那就一定能帮助你自己改变生命 抛弃不妥的旧思想 你的境遇自然会一天比一天好起来 众善因的善果 这个定律 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何必要再浪费时间和精神 把自己看得一文不值 即使我们有错 也只是因为在我们的思想上 有不正确的意念的缘故 是那些不正确的意念 使我们做出不正确的事 所以 只要改变我们基本的思想和意念 就再不会如此 大家务必要认清 你的问题都来自你的思想 不过 你尽管放心 因为思想是可以改变的 学佛是改进思想的最好方法之一 我向大家提议 佛学告诉我们 世事无意不变 好的固然可以变坏 坏的也可以变好 学了佛 既可以变好 也不怕变坏 去除患得患失的心情 想想俗世 本来一切聚空 又有什么好紧张的 人只要坦荡 不急切求名求利 以戒 定 会的功夫 以心为善 自然会生活的一天比一天好 身体也一天比一天的健康 能够尽情享受这一世的人生 更为下一世铺好平坦的康庄大道 我们不必担心自己的成败 以免欲想欲糊涂 我们只要以他人为借敬 因为别人的成败 值得我们深思 启发我们 多少人呼风唤雨 微震八方 到后来他又怎样了 多少人情场得意 不胜喜悦 到后来他又怎样了 多少人健康如牛 顾叛自豪 到后来他又怎样了 人拥有的越多 失去的也越多 又何必羡慕人家 佛陀放弃王子的荣华富贵 苦修度人 赤手空拳而得大成就 他是我们最好的榜样 能够向佛学习 我们的生命也会焕然一新 对人对己要仁慈 我有一个病人 每当他不开心的时候 他不去面对令他不开心的问题 而只是去吃很多很多的食物 但在吃过以后 他又憎恨自己 恨自己为什么又吃这么多东西 使自己胖得那么不可收拾 他有一个爱吃东西的历史 那是他的家长鼓励出来的 当他还是小孩子的时候 他就常吃其他人吃剩下来的食物 不论甜的咸的 正餐还是点心 他随时都吃得下 他的家长见到这种情形 便称赞他好胃口 由衷喜欢他吃得多 长得胖 在别人面前很是神器 他就这样由小到大 养成了大吃的习惯 终于使自己肥胖的 连多走一步路都不方便 尽管他现在已经知道 他不需要吃这么多 也不可以吃这么多 但已畸形难改 他的问题和他的大吃 形成了一种恶性的循环 三岁大的小孩子智力有限 家长所教的 不论属于消极还是属于积极 他们都会完全地接受 以为这些教导全部正确 一般人后来的经历 都根据他们三岁大时候的教导展开 而且家长怎样对待三岁大时的他 他也会怎样对待他将来的小孩 甚至同样对待长大后的自己 人们责备自己 像把自己当三岁的小孩 其实责备一个三岁的小孩子已不应该 何况自己并非小孩 大人应该仁慈地对待小孩 自己也应该仁慈地对待自己 适当的悔悟是好事情 责备自己 憎恨自己就不对了 有人因为自小养成恐惧心 到大还这也怕 那也怕 整天小心翼翼 战战兢兢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他自己责备自己 憎恨自己 那是于事无补的 只要想想 如果一个小孩子在你的面前 他觉得很害怕 你会怎样待他 你是否对他发怒 还是伸出双手安慰他 使他得到安全感 可能在你小时候 你家中的成年人 由于太忙 太没有时间 不知道怎样好好来安慰你 可是现在你已经长大了 应该知道怎样做了 你又怎么可以再对三岁大的小孩忽略 不去安慰他 不去使得他得到安全感 那不是太无情 太使人伤心吗 何况那三岁的小孩 就是现在的你 以往发生的事已成为过去 现在 你应该好好地带你自己 因为如果你不好好地带你自己 人家也不会好好地带你 一个充满害怕的小孩 需要的不是责备 而是安慰 责备自己 只会令自己更没有信心 更加觉得四处都是绝路 我们的内心 有时的确很像一个小孩 当这个小孩感到四周很不安全时 就会招来很多麻烦 每一个小孩子都怕人家看他不顺眼 被轻视的感觉是很不好受的 而每一个长大成人的人 也同样害怕被人轻视 被人责备 请对你自己 像对小孩一样 充满仁慈心吧 小孩需要爱 需要得到别人的赞赏 你也如此 只有在得到了爱和赞赏以后 你才能发展你的最高潜力 众生皆有佛性 佛赞赏你 你也要学佛一样 赞赏别人 赞赏自己 张杰已播完 感谢你收看 我是心灵之光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不要忘记点赞订阅啊 让我们在下个视频里再见吧